來到碧莎溪的下游 河床上已經堆積成小沙洲 就擔心颱風季節的到來 只要遇上大雨 下游的水無法排出 調回街就會淹水 三年多前 813大雨曾造成碧莎溪暴漲 整個條河街大淹水 最高淹到一米多 富人險些被大水沖走 路邊停放七機車 也被大水沖到北寧路上 碧莎溪下游 目前淤積的非常的嚴重 那麼我詢問公務處 才發現公務處並沒有每年 定期來清淹 我想這點需要嚴格的來檢討改進 那因為里長反映 最近發現碧莎溪淤積的非常的嚴重 再加上現在七到十一月 剛好是颱風生成最多的月份 里長非常擔心 颱風期間造成河道淤積淹水 碧莎溪的下游 每年都會出現淤積 兩三年來都會清理 金融市議員 來敏煌邀集的公務處區公所等單位會刊 要求每年至少要清兩次 我要求公務處在三個禮拜之內 要完成整個河床的清淹 未來我們希望一年要定期的清淹兩次 此外岸邊有一棵五六十年的老樹 年久未修 樹幹長道橫跨溪流 里長要求一併修剪 另外我們也發現 河道旁的一棵老樹 樹幹非常的茂盛 那麼樹枝幾乎都垂到了河床上 那我也請民證書動用零食工程款 來把樹枝進行修剪 以避免颱風期間 把這個樹幹吹斷 掉落河床影響到排水量 碧莎溪的下游 油關上游條約接一帶住戶安全 市議員藍敏煌接獲民眾反映 下游出埃口嚴重的淤積 希望政府在颱風來臨前儘快清淤 避免淹水事件再發生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